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這是我們網紅投稿的第七集 我們仍舊有在爭取免疫影片、免疫照片 或者是你有特殊功能、特殊登記者可以投稿 然後下面的email OK,在今天投稿開始之前 先借我60秒的時間 我想要跟大家推薦一款遊戲 零...Zero City 這是一款病毒生存遊戲 玩家要打造自己的避難署 訓練居民叫做他們新技能 製作武器、裝備、挑戰 大群喪屍以及恐怖、變異人 告訴你其他在避難所生存的玩家 誰才是老大 末日上司也是我最愛的遊戲風格之一 除此他最酷的是還有生小孩的機制 除了培養居民上的戰鬥之外 還可以把他們放進去的局勢 生出更多的居民 讓你的居內人數up or up 而除了這些精彩的副本戰鬥之外 也有PVP的戰鬥模式 可以與不同的玩家打錦標賽爬到最高位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遊戲模式之一 建議影片上的連接下載Zero City 輸入自己的遊戲暱稱 就可以獲得新手獎勵 3500金幣以及250加密貨幣 趕快點下面連接下載 名稱是Zero City Rock 對那這次網友投稿的 我們一共蒐集了7個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精彩 我們就來看看裡面的網友 發生了什麼樣離奇的事情 第一個是聯誼照片 肯德基的老爺爺 網友你好我來自馬來西亞 這是我一個朋友在家用新買的手機拍夜景 一晚拍到你 把亮度調碎亮 在右邊下方會看見一個昌老的男人 說實話 看起來有點像肯德基的老爺爺 而且在他腳下是個木屋的屋頂 下方就是汽車 後方是森林 照理說 他站的位置太可憐會了 看到這個照片 右下角有一個很大 三個汽車高度的白色人影 這張照片我沒有辦法分辨他到底是不是鬼魂 但是呢我拍了三年的都市傳說以來 我就曾經聽過兩個人說 他們看過的鬼都是 兩三層樓高 一個呢說是灰色的人影 在屋頂上走 另外一個說是帶著斗鈴 站在電線桿旁邊 那我覺得這張照片裡面的人影呢 也是有兩三層樓這麼高 我不曉得它是一個 品種嗎 還是說 的是這個照片 如果你有遇過兩三層樓高的話 我在下方看一個兩三層樓高討論區 歡迎跟我們分享 好那我們看下一則 下一則是聯誼篇 高雄的文具店 網友你好這是我在高雄 3月14號跟朋友出來玩 回來在旁邊的一家文具店看到景象 當時就把它錄下來了 據我也看得到我的朋友說 他覺得是有鈴在搖 當時4號走道是有電風扇 但也只有2號走道在搖 希望可以給網友看看事情 我覺得那個是有鈴 然後其他事情 有一瓶小風這裡 不要不相信 這個影片還蠻酷的 文具店裡面這麼多人 他們還是在很認真地挑玩具 你們在拍的時候還說 我覺得那個裡面是有鈴 所以大家基本上對於對生命沒有造成危險的現象 都是蠻淡定的 就像我昨天去看 蜘蛛獵神2的時候 一看完坐電梯裡面 他說說一聲 也沒有人會發音 好接著我們的下一則是 探險APP 網友你好 最近在看國外的影片的時候 看到一個蠻特別的APP 它叫做Randonautica 隨附看到這個APP的影片 愛看你影片的觀眾 Yes Randonautica App once installed on your phone asks you for your location and for you to focus on your quote intent The app then gives you GPS coordinates to some pretty strange but completely random locations near where you are TikTok user Matt Hall was one of these people and he found it Matt finds an old abandoned car in the middle of the woods This car looks super old What the f*** was that? Help me Holy sh** 在影片中 這個人呢 他照了APP的指示 結果在那個地方 發現一台廢棄的車子 還突然有聲的聲音 傳出了救我 最近真的有網上 都網上給我 各種不同Randonautica的事情 那他們就希望我去做做看 結果怎麼樣 就等我發片吧 下一則是白白的靈異照片 這是我媽跟我媽的朋友 出去玩的時候拍的照片 第一張是我媽的朋友 嘴上出現白白 又帶點透明的東西 第二張就很清楚了 這是衣服上 有很不自然的白色的東西 欸...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 下一則 菲律賓簡易 王哥 我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粉絲 這是我朋友 有一次去探險 無意中拍到的照片 這裡是早期 西班牙侵對菲律賓時 關了很多菲律賓人的地方 在這裡被西班牙侵略者殺死 沒有看到照片的 右下角的地方 也有一個像是 穿西裝的小男孩嗎 他長得的確是一臉 外國人的臉 而且...真的非常的像 玩具總隊裡面那個... 那個人很... 很急沉啊 我非常記住他的名字 那...但是總體而言之上照片 是挺酷的 但不得不說 玩具總隊真的... 好看 下一則是... 十字路口的不明人意 你好王狗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粉絲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的農曆七月 我和朋友出門至凌晨1點 我們抵達家前面十字路口時 我看到有個人 真的十字路口中間 我看仔細一點時發現 那個人居然沒有頭 後來查看了行車紀錄器 才發現原來有拍到那個人 一下是當時行車紀錄器拍到了 好看 所以我覺得只差在不夠清楚而已 運動的感覺像是飄的 其實有一點像我們常常說的 Standerman 不話說行車紀錄器 我之前有拍到那個奇怪的照片 但我那個比較像衛生紙飛過去 因為我後面都塞了很多 衛生紙 那接著來看我們最後一篇 靈異地點投稿 您好 本身我是一個非常喜歡去探險的人 基本台灣各的探險聖地都造訪過 當然其中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例如親眼見證 廢棄院等人在我面前 瞬間大力觀賞 在舊心山四區 往飯店內電梯聽到聊天聲音 在澳洲家門口看見帶高領胞的人 當晚熱水 比如自動煮水 看見過白武場等等 但這都沒有去年所發生的事情很可怕 那是親身體會後才知道的毛骨送人 2019年7月底 於澳洲居住7年的我正好回到台灣不久 無意間看到某YouTuber在講飼養螞蟻 以及如何捕捉以後的影片 以後捕捉有幾個要點 必須是在梅雨季高濕度的夜晚 利用以後的虛光性去捕捉 在經過一番搜索之後 決定前往新竹寶厄水庫的公廁進行捕捉 公廁旁邊就是一片草皮 草皮上是一個大大的車廠 然而特別的是 這個公廁就在高壓電塔旁 廁所的後方不遠處 又有一個很奇怪的良品 當時我車一開到 女朋友覺得氣氛怪怪的 叫我不要下去 或便不以為意 只是讓她在車上等著 下去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還是確實怪怪的 讓我有一種心驚膽戰的感覺 我先往廁所旁邊的小路走進去 仿佛有一種實覺 叫我不要再前進一樣 看著不遠處的點亮亭 我還是堅持走完它 雖然沒發生什麼 不過感受的確很不一般 只是到了女廁的魂扣 感覺跟先前完全不一樣 也不知道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是從何而來的 我就這樣呆站在門前猶豫著 這時候女朋友突然打開車門 叫我趕快回家 最終還是沒有踏進旅廁 隔了幾天 又是一個快下雨前悶熱的夜晚 睡不著的我 這次決定獨自前往上次 未能完全探索的寶二公廁 差不多在半夜1點40分左右 抵達公廁 這次我直奔南車 搜尋如果後馬上就要前往旅廁 到門口 我再次猶豫了一下 回向上次那種莫名的恐懼感 想了想 不禁笑了出來 便自言自語道 哼 我到底在怕什麼鬼 接著我就直接步入一側 一進去確實感覺 裡面溫度稍微涼了一點 面對鏡子的我 突然整個人又半邊全部麻掉 舉起手 看著皮膚上 一粒粒的凸起 這雞皮疙瘩來得非常猛疊 我忍住恐懼 先是打開 面對鏡子前 右手邊角落的第一間廁所 推開門草草搜尋後便轉身過去 準備要打開第二間廁所門櫥 突然聽見 旁邊發出隔間的門板 被緩慢推動的聲音 這個時候一陣寒衣瞬間起來 我毫不猶豫準備打不離去 然而就在這時 我全身都麻辣 這是我這輩子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況 非常的深沉 而且正式 在大約幾秒鐘的停頓之後 我拔腿狂奔 跳上了車 稀釋下山 就這樣子 車子裡 就要把科學勇權 那種受威脅壓迫的感覺 才逐漸的消退 回到家之後 母親還沒有睡覺 她皺起眉頭 問了我跑去哪裡之後 嚴肅的告誡我 以後不准再去 有些事情不能開玩笑 隔天父親跟我說 從來什麼都不怕的她 也不是很喜歡那個地方 有種讓她莫名的壓迫感 而且附近的草皮裡 還有一塊大石頭 估計是鎮魂碑之類的東西 而後 我再也沒有踏入寶惡水庫 哪怕只有一次 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提供確切的地點 希望你能過去做感應 或是進行一些都市傳說之類的 想必也會給你留下深刻的體會 我是Pier 我覺得這個人他非常的酷 他說的故事非常的真實 如果你有看到這片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錄起來 你也可以丟到你的頻道上面去 或是丟給我 重點是要記錄一下這個 重要的一刻 是吧 新竹寶惡水庫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大家有沒有去過 我個人是還沒有 但是經過他這樣一講 我是絕對會去 大家就期待一下 會發生什麼事吧 那這一次我幫我投稿 讓我印象深刻的其實蠻多的 所以日本的那個監獄 我們在紀錄一切開到十字路口 甚至是剛剛那個網友 他親身的經歷 都覺得非常的真實 這些東西真的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是民間這些網友的投稿 過來給我的 感謝你們願意這樣子分享給我 跟請求錢的大家 一樣呢 我們還有在增這個網友 歡迎傳到我一下的email ok今天就這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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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